来关注中国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 目前雪龙2号极地科考泼冰船 已经抵达北纬77度左右的北冰洋楚科旗海域 考察队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连续科考作业 北冰洋自然条件恶劣 海况复杂多变 科考队员们也面临着多种挑战 在北冰洋科考最显而易见的难度 其实就是自然条件恶劣 比如说像现在户外温度已经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 但是很多作业项目它都需要在船上的尾甲板来进行 根据水的不同深度 一般都要一度都要食 个别项目甚至需要两三个小时 较长时间的户外工作可以说对队员们提出了较大的考验 怕它那个有冰会进到网里边 所以我们得看着一点 冷不冷啊 冷啊 我手都冻麻了 我脚也冻麻了 要足长时间呢 大概两个小时吧 冷 还是也比较冷 上来之后就在两度左右 泥的温度也差不多在两度 冷是一方面 由于这次在楚科齐海上的作业项目 主要集中在水体环境 生物生态等方面 大量的海绵浮冰也给科考作业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我们这个网放下去以后就假如说这个冰冻动了它也很有可能会动它动了就较把绞车的钢篮给勾住了有可能设备就会丢了 為了儘量減少伏兵影響 雪隆2號在航行到既定站位後 會通過雷達系統和目測 尋找合適開展座椅的兵尖水域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水塘 水體的調查 需要一個比較開闊的海域 然後我們有些調查 還是需要船是移動的狀態 比如說拖碗 假如說它站位附近 都沒有合適的作業區域 作業的條件的話 那一般我們會在一定範圍之內 找這個水塘 實在找不到 根據現場的情況來做相應的調整 在北冰洋科考 上兵作業必不可少 但是頻繁的海物 會給隊員們帶來另外一重風險 那就是北極熊 除了安放安全屋防熊籠外 考察隊也會採取多種手段 目前來說主要是通過遼萬 就是我們在駕駛台 幾個方面看觀察 就作業的這個區域 有沒有熊 有熊的趕緊讓作業人員撤回來 另外碰到 比如說能界路不高 有霧過來了 就趕緊也就停止作業要撤回來 第三個我們這個會通過無人機 一些紅外的感驗一下有沒有熊 包括直升機也是待面 所以我會把這個的 gitu 並且換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在紅外的 我們在紅外的 這就是我們在紅外南